大家好,欢迎来到UNISON的每周图表分析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关于美元指数 那美元指数呢,就如这个上周预料所说的就是往下跌 那下周开始呢,依然看跌至这个91点处附近 大约在这个趋势线的下方呢,我们才可以准备看多美金 那么目前以这个技术分析来看 那美金指数将会有最后一波的这个上升 然后完成大K线图的空头,延续价格形态 好,那么介绍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有关于澳美 那澳美以技术分析面来观察呢,就是澳美即将往上完成第三次触碰后继续往下跌 那么周一开始后呢,可以等待价格上升 回调至0.7834处,然后做空进场 那除此之外呢,也可以等待这个价格下调至0.7712 然后做多,那么多单为短线交易 那可以在做空单的这个区域套离 好,接下来看一下就是邦美 那同样也是准备完成第三次触碰的这个持续价格形态 那可以在1.3990处做空 止损大约我们可以放一个50大点 可以在这个1.367处逃离 再等待做空进场的朋友们呢 若想要做多,那以现在的K线图来看 暂时还没有做多的机会 但周一呢,我们可以等待这个持续上升的这个价格形态 然后才进场做多 否则,那依然还是等待这个做空的这个机会 好,那接下来看一下就是美日 那美日正在处于回调 好,那开市后呢 我们可以等待价格回调至108.45处 然后我们可以进场做多 那并在110.74套离 那这里,这里有大约一个240大点的这个盈利 同样的止损可以放在这个50大点下方 那以目前一小时K线图来观察呢 就每日估计将会出现一个反转价格形态 并在这个通道的底部完成 这样更有利于我们做多进场 然后最后就是白银 那目前白银呢 以图表来分析呢 我们我们是可以等待这个价格回调 至这个22.0处 然后做多进场 好,那么今天就到此为止 那谢谢观看